路加福音第四十天 每日亲近神 这圣经仍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祂得着亮观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至三十四节 你的心在哪里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世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加到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才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乌鸦 也不重也不收 又没有仓 又没有库 神尚且养活他 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使兽数多加一克呢 这最小的事 你们尚且不能做 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仙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壮士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霸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洲际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进 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今天的经文出现一个 鲁莽无礼的人 在数万人聚集听到的场合 居然要求耶稣替他们分家产 耶稣借着这个机会 教导众人谨慎自首 免去贪心 并且趁机进行门徒训练 告诉门徒 要先抓住最重要的事物 就是神的国 不需要把心思 放在世间会朽坏的财物上 因为你看中什么 你的心就在那里 第一部分 耶稣针对人的贪心 提出警告 并且用比喻 教导众人正确的理财观 财主的错误 就出在如何看待 他所拥有的财富 从17至19节 多次提及 我要怎样 这是我的出产 我的仓房 我的粮食和财物 我的灵魂 仿佛这些都是他拥有的 但是神称这样的人 是无知的人 因为他最大的错误 就是没有体会到 人的一生 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而且对周围的人 丝毫没有分享体恤的心肠 只顾自己的享乐之用 因此神说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这种自私的人 即便拥有一万的财富 在神的眼中 仍是赤贫可怜 这提醒我们 没有一样东西 不是出于神的恩典 我们能有任何的收获 都是神的作为 从最基本的空气 雨水 阳光 到可以谋生的智慧 体力 口才 有哪一样 不是神的赐予呢 既然是领受的 我们又怎能 据为己有呢 接着耶稣转向门徒 教导他们 信靠神的重要性 耶稣采用了 大自然的素材 作为例证 乌鸦被犹太人 视为不洁 低等的动物 神都看顾 白荷花不劳苦 只是按着 受造的样式生长 却比索罗门王的 穿着更美丽 即使作为燃料的野草 都有神的眷顾与装饰 神若关心这些受造物 也必会更关爱我们 既是如此 那衣食不过就是 外面的包装纸 神岂不赏赐吗 因此 耶稣教育门徒 不要像那些 不信的外邦人一样 积极盈盈地 追求物质利益 反要体会 自己是父家中的人 必蒙关爱 所以我们的心 只有一个着重点 神的国 作为神国的公民 我们要为着 神国的最大益处而努力 并且投资一切 在神的国度 也就是全心投入 神所关注的对象 人的身上 因此 耶稣呼召我们 把生命的注意力 从地上的财物 转到神国的价值上 让我们的心 为着神的国 为着灵魂的得救 而尾声摆上吧 天父 谢谢你 厚赐万物 与生命气息给我们 愿我们 真能对你有 完全信靠的态度 一生为神国而活 道读神的话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阿们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是的 主啊 你向众人说 主啊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在主你的面前 谨慎自首 阿们 主耶稣 我们要在祢的面前 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阿们 主耶稣 我们给祢求 求祢帮助我们 避免我们体贴落底 体贴享乐 竭力追求祢的恩典 主耶稣 我们要竭力追求祢的道 主啊 是的 我们要竭力追求祢的道 我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主耶稣让我们不看这个世界给我们的 我们乃是看 祢要给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是在乎于祢 是的 我们生命在乎祢 因为祢说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主啊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没有贪心 让我们在面对世界的时候 主我们没有贪心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祢面前有一个谨慎自首的心 世界就不能够影响我们 阿们 我们就可以在主祢的面前 因着祢的世恩 我们领受从天上来的福分 阿们 主耶稣 我们要领受从天上来的福分 免去一切的贪心 主耶稣 因为生命的丰富 不在于物质的享受 主耶稣 因为生命的丰富 不在乎家道的丰富 主耶稣 我们生命的丰富 主耶稣 我们生命的价值 在乎于祢 主耶稣 在乎于祢 与我们的亲近 与我们的关系 主耶稣 我们要在乎祢与我们的关系 感谢主 让我们成为祢的儿女 主耶稣 祢告诉我们 我们要谨慎自首 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我们不对这个世界贪心 但主耶稣 我们一定要对祢 有一颗可慕的心 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 是不在乎那个家道丰富 而是我们的生命是在于祢 我们的生命要有祢 才有意义 谢谢主耶稣 因为我们的生命 因为有祢才有意义 因为你说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家道丰富 谢谢主耶稣 祢让我们不靠世界丰富 因为祢就是我们的丰富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耶和华 我将祢的话藏在心里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